今天我们先来看乌俄战争 乌克兰是不是吹起了反攻号角 因为双方目前在乌东地区的 哈尔科夫州当中的 沃夫昌斯克这个城市进行激战 传出俄军折损相当严重 而根据富比市报道 俄军恐怕会在沃夫昌斯克 失去一整个空降旅 而这一次呢 强势进攻哈尔科夫的 三万名的俄军兵力 传出他们并不想再打下去 而与此同时呢 乌军则是加强攻击力道 他们不断地出动边境防卫队 跟无人机来进行追杀轰炸 另一方面呢 双方也持续地进行 是外交上的角力战 乌克兰和平峰会 俄罗斯这次并没有受邀参加 那么在会中呢 泽伦斯基展示了指战计划 希望可以获得国际上更多的支持 至于普钦呢 他宣布要生产能够搭载 核弹头的新型中程飞弹 而且他说不排除 部署地点的射程 可能涵盖欧洲的北约国家 或者是美国在亚洲的盟国 这非常明显的就是想要借此 恫吓国际各国 俄军榴弹炮射击 乌军也不遑多让 但俄罗斯部队宛如源源不绝 坦克车不断狂轰 俄罗斯持续猛攻乌东 但是根据纽约时报报导 俄军其实惨兮兮 光五月份为了攻打哈尔科夫 伤亡人数每天落在1200人 是开战后伤亡率最高的一段时间 而且两年多来 俄军总死伤人数也已经来到50万人 以至于他们现在每个月 都要招募多达2.5万到3万人参军 因此俄罗斯军队为了施压 一直空袭乌克兰民宅 地链伯罗市中心一栋建筑就被炸毁 附近车辆也都被波及 还有民众被困在车内 被救援员员拉出来 这起俄军攻击造成多人死伤 如今俄罗斯总统普欣还放话 美国过去退出和俄罗斯签订过的 中程核飞弹条约 飞弹产量早就没有约束 这位普欣决定恢复中程核飞弹生产 势必增添核战风险 TVB新闻综合报导 当然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 一定程度上也将决定 乌俄战争未来的走向 辩论会上面川普酸拜登无能 才会导致普欣进攻乌克兰 还说自己当选之后 会平息这一场战争 睽違四年 美国总统拜登和前总统川普 在CNN亚特兰大总部再度碰头 但在首场总统辩论会开始之前 川败两人互动冰冷 连基本的握手之意都没有 这场长达90分钟的辩论会 两位候选人在国内外议题直球对决 其中一个外交攻防就是乌克兰议题 但当CNN主播Daniel Bash询问川普是否接受 普清提出的停战先决条件时 川普大肥所问 不过紧接着他还是说出那句老话 川普自认如果是他当总统 俄罗斯根本不会入侵乌克兰 他说普清就是因为看到拜登无能 才觉得有机会进攻 他也抨击拜登不应该一昧军援基辅 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数据显示 从俄国2022年入侵乌克兰以来 华府已经提供512亿美金的军援 拜登力挺乌克兰的立场坚定 不过在辩论会上 他的老毛病又犯讲错普清的名字 就在辩论的同时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正在布鲁塞尔 为加入欧盟做最后努力 双方签署了一份联合安全承诺 确保欧盟能长期支援乌克兰 陈诺书内容指出 欧盟合计将向乌克兰提供 3.8兆台币的支柱 其中包含1.35兆是军事援助 同时也设置乌克兰机制 从2024年到2027年 以稳定拨款方式提供500亿欧元 目前已经拨款79亿欧元 不过美国想要继续援务的话 恐怕得先解决国内的经济问题 除了打三分工之外 有的幼教老师说一周赚的钱 比在餐厅当服务生还要少 由于各种成本飙升 现在送小孩到幼儿园也成为一种奢侈 甚至连双新家庭都觉得 小孩的学费负担太重 对于美国通膨问题 拜登川普在辩论会上也有一段攻防 拜登警告如果川普回国 美国通膨将再次飙升 这场辩论会川普总共夹了40分钟12秒 胜过拜登的35分41秒 CNN在辩论后发布民调 67%的美国人认为川普赢了这场辩论 认为拜登表现比较好的只有33% 至于美国选民对谁比较有信心 可以赢领这个国家 民调也显示川普比拜登略胜一筹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等到您这场辩论会临